跟大家講 出來旅辦的重要條件是什麼 就是一個會拍照的人 我們現在要去City裡面 要去吃我上次吃過的那個教堂鬆餅 然後呢 今天的天空感覺非常的大 今天的天空非常的 感覺非常的寬闊的感覺 你看呢 到那邊 再把大家一起帶去拍 布里斯本的South Bank就是南岸 南岸這邊呢 有這個 布里斯本市的 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地標 欸 它還拍的到我 然後後面就是 布里斯本市的地標 就是它寫布里斯本 然後後面就是它的City 我之前就來過這邊 但是我上次的 就沒有這一個畫面就對了 那今天就是帶大家來這邊 用GoPro拍呢 真的是非常無敵 廣角的 太開心了 跟大家講 出來旅辦的重要條件是什麼 就是一個會拍照的人 會拍照的人就是我 因為拍立德是一個很容易失敗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每次拍拍立德都還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去摩天輪那邊 你要去看人工沙灘嗎 其實人工沙灘就很像飯店游泳池的感覺 不過沙灘還有一點距離 然後摩天輪 等一下我們要去就是City裡面 等一下再帶大家一起去吃鬆餅吧 現在又來到了這個廟 這應該是廟啦 其實我還是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它應該是廟 這一個 這樣用GoPro拍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這邊就是南岸的 往南岸人工沙灘的方向走路 我們現在在教堂鬆餅 這也有來啦 算是跟復活人來的而已 就是我今天就帶他來看一下 就是這邊是教堂改建的鬆餅 鬆餅店 我們現在來鬆餅送到了 然後這個是他點的 是復活節才有的餐 然後我的就是一般的那個普通的鬆餅 接下來就是要吃鬆餅啦 哈囉大家 現在我回到家了 然後呢 我剛剛去買了這個 它就是我上次在我的 Instagram上面PO過的一個 墨西哥連鎖餐廳的東西 當然因為我在美國也是很喜歡吃 那個墨西哥連鎖餐廳的這個 類似的東西啦 所以呢 我今天就去買了 然後呢 因為我很喜歡吃洋蔥 所以我就要加洋蔥進去 好像是廢話齁 今天呢 大概就到這邊 明天呢 沒有要做什麼 但是如果有做什麼事的話呢 會繼續錄影給大家看的 看到嗎 我的老闆娘 她很喜歡台灣的這個 80塊一雙的 就是路邊她的拖鞋 所以她脫 mini從台灣帶很多這個 拖鞋 她說這個是她穿過最好穿的拖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楚橋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近期